1977年1月26日星期三下午 我们记下了任何可能带来希望的事件 无论是多么荒谬可笑的 我们进行调查、访谈和测试 经常被同事们温和地和背地里善笑 有时还被林美本人公开嘲笑 但是在我们这部分 我坚持诚实呈现完整性 我们也许是书呆子 并不时地被愚弄 甚至被自己崇高的原则所蒙蔽或因而被利用 但我们并没有全然受到民主与科技的肤浅所引诱 而是决心透过检验心智与灵性的方式 带出更深入、更成熟的成果 心灵的力量、潜意识的自我 这些词语深深打动了我们 作为做实事的人 我们确信民主能够使个人得到真正的发展 把人的能力提升许多层次 并利用那些能力为上帝、人类和社会谋福利 纵然我们尝试绘制灵魂次元的地图 我们仍试着理性地依循自己的专业 依循一个开明的新教徒及乐观主义者路线 我们觉得那是最能保证我们不被围绕着手上这些事的感性主义 狂热主义及单纯的愚蠢所困 不过虽然我嘴上这么说 但我本人在我大部分的人生中承受了极度阴郁 而且宗教皈依的某些事实也让我深受打击 举例来说 某个个人皈依宗教之后 当他释放内在的精力与能量的同时 也会强化他某些交叉的性格 深化他的偏见 并且增长其执念 而这些特质在皈依之前都只是隐性的 使我更加担忧的是 似乎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人死后有存 即使是无可争议的试着显灵的例子 也能以其他的方式解释 比如感知错误、幻觉 甚至如感知者以其对感应讯息的理解 做了影像的重建 然而我感受最强的是 对灵魂的研究探索 必得与机械发展平行并进 而且我深信这种研究 必须在科学界与学术界的可敬旗帜下进行 我们特别寻防品性优良的公民 他们在社会上以坚定诚实而为人所知 我们很快就发现 即使是那些缺乏想象力 全心投入工作和家庭 与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的人 也能经历到那些非比寻常的怪事 预知与心电感应 然而这些资料往往仰赖于话说过往 或是信封背面潦草即逝 当然少数证词显示 如果一位做梦者因一个鲜明生动到 足以让他从睡眠中清醒的一只梦而醒来 那么这个梦境的本质就具有重大意义 总而言之 凭我们所有的证据就足以使我信服 这类非官方心灵元素的存在 而且它们的存在完全颠覆了 已知的科学定律 于是乎 不去私存 未来心灵科技之存在是不可能的 那是一种比工业或科学的机械成就更辉煌 也能运用也许更强大能量的技术 它是难以想象的 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心灵的力量真的可以冲撞科学定律 它们将直率地为科学指出新的一群方向 并帮助科学避免因自身的信念化敌自现 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预测的 但是 哎 心灵是世上最不可预测的书像 这些横扫心灵之广阔区域的情感 似乎常常会扭曲可靠的资料 在我看来 我自身的情感给我带来的麻烦 似乎比给大多数人的多得多 一方面 我发情绪影响研究 并发觉灵媒有时也是优秀的心理学家 相当会精明地利用他们在从业经验 及常识中获取的洞察力 转移到亡灵身上 所以我决定不流露情绪 保守言语 甚至面无表情 而我的管言慎行 立刻被某些灵媒解读为 我是一个心藏秘密 装模作样的人 想要被戳 被问 被人尽情刺探 这样的关系 тогда我们将来就继续 会订阅 好 现在我们进入熟 我们现在初语 进入熟